我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来介绍文字方块 文字方块 其实在这个地方呢 学号需要一个文字方块 姓名需要一个 国文需要一个 英文需要一个 文字方块呢 就用这一个 这就是文字方块 当然啦 要是我们有很多时间 我们可以去建立像阿斯方块 只是我觉得 假如说收集资料 收集资料 比较简单 让你了解 这个办公室自动化的应用 所以我就不举太多例子 所以点选文字方块 这边点一下 那这个文字方块 我刚刚说 很重要的那个名称 它的名称要定义好 它的名称是这一个 是这一个 好 例如说我把它取名叫做什么 S 然后大写的T 第二个字 所以 第二个字的第一个字母 所以我用大写 E EXT 可以哦 然后 接下来呢 接下来 Ctrl键 Ctrl键 按住 选到第二个 把它复制出来 产生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然后分别把第二个的名称改成 例如说姓名是N Test Enter 然后国文 国文是Chinese Testbox 然后英文 E P-E-X-T B-E-X-T B-E-X-T